基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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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基隆要开始普筛了 基隆昨天新增了20例确诊 哪里来的呢 累计确诊是68例 从警察小吃店群聚案之后 这个疫情好像有点散出去了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陈时中昨天就已经宣布了 整个基隆36万的市民 要实施一个叫做类普筛 听不懂没关系 等一下帮大家解释 反正陈时中告诉我们 这叫类普筛 指挥中心发言人 庄人想补充 他说这个类普筛 全国第一次使用 然后指挥中心会提供 家用的快筛试剂 给所有的基隆市民 有点像英国这样的做法 政府买这个试剂给你 回家筛 要求大家一个礼拜之内 这个筛的结果出炉 只是这样会不会太慢 还有什么叫类普筛 很多人也说 普筛就普筛 什么叫类普筛 好 先不要激动 我们看专家怎么说 台大儿童医院的院长黄立明说 两者差别可能是筛减范围大 大小有不同 所以普筛来控制疫情 首先手段正确 因为你要筛才知道 感染源可能在哪里 但是问题来了 你筛得够快吗 你的检测速度够快吗 Omicron变种的变异株病毒散得这么快 病毒扩散出去 医生说这个叫做覆水难收 所以如果我们要靠普筛 来阻断基隆传播链 有点慢 效果有限 再来台大的工卫教授 詹长全他说 Omicron的传播力 比原本最原本去年前年的 那个病毒株高三倍 所以要透过这样的阻断 要做到三个重点 就是你这个筛减 一天之内你要像大陆一样 一天筛出来 结果通通出来 再来一个礼拜筛一次不够 可能要筛两到三次 我的上海的朋友告诉我们 他说他们现在在半封城 他说他们的筛减几乎是 好像一两天就要筛 一直筛一直筛这样的情况 另外专家也说 除了筛之外 民众要配合 要减少跨县市的活动 还有聚集 那这一点会不会有点难呢 再来清明廉价 你就算不出去玩 去扫墓 或者是家人的聚餐 都是有风险的 还有林口长庚医院的副院长 儿童感染科主治医师邱正荀 他认为类谱筛是一种策略 因为现在我们根本不知道 有多少人 有的年轻人无症状 我就像小感冒一样 轻症还没发病 尽量把冰山下面浮现出来的 类谱筛越快越好 但是他提到了一点 你就算谱筛 你不可能框到所有人 因为基隆 大家南来北往的流动人口很多 所以可能还要搭配同步的社区筛检站 只是这样子的一个类谱筛 网友就开始说了 你又给我发明新名词吗 谱筛就谱筛什么类谱筛 那1.5个博士可以叫做类博士吗 我们带你来看筛检状况 基隆爆发本土疫情后 就怕已烧进社区 民众急报筛检站 统计基隆 27号新增19例 28号12例 29号9例 但30号又爆出19例 这波疫情已累积 68人染疫 先是爆出多名警察确诊 接着又揪出小吃店顾客 大学老师 寄程车司机 学生及防众 感染源不明 局中心宣布 将启动类博筛 揪出黑数 全国首次类博筛 将发放家用快筛试剂 给全基隆36万市民检测 预计一周内结果出炉 相关细节规划中 但专家忧心 恐出现未养性 台大各位教授 专长全呼吁 Omicron传播力高三倍 采用类博筛 有三大重点 必须一天内有结果 一周筛检两到三次 民众要配合 减少跨县市活动 以及聚会 也因社区 恐有更多隐藏个案 尼口常跟副院长邱正寻比喻 要尽量把冰山下面浮现出来 类博筛越快越好 需搭配社区筛检站 Omicron的R值非常高 尤其是BA2 再也要普筛好几次 才可以把所有的人都抓出来 不过台大而医院长 黄利明表示 Omicron变异株传播快速 病毒扩散出去 覆水难收 想借此阻断传播链 已有点慢 效果有限 应该在社区里面 还有一些潜藏的传播链 赶快找出来 全体36万市民 大规模普筛 但到时候试剂 该如何发放 如何回收 以及民众是否 如实配合筛检 还有在聚会中心 以及基隆市卫生局 进一步规划 接着联网上 原生区台北采访报道 欢迎大家在聊天室 留下你的想法 我看到了战和轩说 累缺电 累停电 累跳电 的确什么叫做累普筛呢 神叠说累普筛是 我今天很累的累 的确我们台湾的疫情 现在防控如何呢 告诉大家 新加坡他们选择与病毒共存 但是他们的疫苗覆盖率 达到92%以上 现在新加坡不用戴口罩了 你打过疫苗 你要去新加坡 你不用被隔离了 但是在台湾 我们现在的疫情方向 我们到底要走哪一条方向呢 我们现在我们先来看 指挥中心 我们听指挥官的话 基隆累普筛 我们要揪出黑数 再来市长说 认同部长 很多执行的细节需要厘清 等一下 到现在还要厘清这个细节 会不会太慢了 你在厘清的过程当中 一天两天 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病毒都在扩散 再来呢 王必胜告诉大家 类普筛跟普筛 说文解字来咯 指挥中心各位听好了 帮大家做解释 类普筛跟普筛 最大的差别在于 使用家用快筛试剂 不会强制民众 一定要筛 好 听到这边 真的觉得这双重标准 不是民众一定要筛 不强制的话 那你筛我不筛 我筛你不筛 那这样子 我们的这个筛减 不是只做一半吗 愿意筛的人去筛 不愿意筛的人不要筛 指挥中心就是不敢硬起来 像国外要筛就是通通 全部的人都来筛 中央现在这个类普筛 还记得吗 在过去 大家一直讲 疫情蔓延的时候 要赶快筛 中央就说 我们不用普筛 我们量能不能 没有办法这样量太大 过去中央多次的反对 这一次被网友直接炮轰 你这就是双重标准 你这是自打脸 是不是怕被骂 所以不敢说这叫普筛 又创出了一个叫做 类普筛的名词 台北市长柯文哲 今天出席活动就开栓 相信党相信政府 不要怀疑 台北市长柯文哲 接连被踢爆妹 带口罩就上台唱歌 但口罩禁令变来变去 连地方防疫指挥官也搞不清 口罩政治也很模糊 让你也无所自从 面对全台疫情到处开花 过去常用各种理由 不普筛的中央 这回竟要在基隆 实施类普筛 可疲话说的很酸 但让人搞不清的 多变防疫政策 配上大规模的类普筛 到底能不能堵住 憋点兔 一是沈正南直言 现在最要担心的是 若防疫手段不加盐 即使疫情达清零 还是会发生类似群聚 就连网友也不给面子 狂炮轰 什么是类普筛新名词吗 普筛就普筛 搞什么类普筛 干脆叫类毒才好了 更有人翻出历史 现在中央搞类普筛 对比过去根本搞双标 但类普筛到底有没有用 所以他这种普筛 有一点比较粗糙的普筛 就是比较大概性的普筛 家用快筛设计 不像PCR那么敏感 你病毒量很高 他可以侦测得到 病毒量比较低的 可能不见得侦测得到 中央向来习筛 如今就会不习 打完蚊子游戏自打脸 甚至创造类普筛 也让百姓看得不萨萨 记得成江报的一璇 台北报道 基隆是在30号 新增了20例的本土 这疫情好像还在延烧 昨天晚上又传出 市警局少年队的副队长 也确诊了 另外市警局 还有一名内勤人员 快筛也是阳性 还在等PCR的结果 到目前为止 等于这个基隆市警局 已经有13人染疫 我们看到的画面排队 是一大早 这个社区筛检站 大牌长龙 大家想说去筛筛看 比较安心 是对于目前 指挥中心要推出 全基隆这个类普筛 想要找出社区潜在的感染源 但是现场的卫生单位也怒批 恐怕根本没效吧 社区筛检站一早大牌长龙 民众警察和房仲业 通通都来筛检 基隆疫情持续蔓延 民众人心惶惶 担心 人人怕我也怕人人 我已经筛检 人这次了 五次了 银河小吃店群聚染练 从警戒学校到房仲业 大肆扩染 30后晚间 一名少年队的副队长 快筛阳性 批下检验后确诊 也成为第一位直属队 染疫的警官 31号上午又传出 一名内勤人员快筛 也验出阳性 目前基隆市警局 共计13人染疫 就怕疫情陷入失控边缘 一副会执行 掌王必胜 也再度到基隆 讨论推行 类普筛 我们可能没有这么多时间 等着大家一起 都出来筛 担心说 因为我们在社区里面 还有一些 现在的病例 希望赶快把它找出来 夹用快筛 取代PCR检验的 类普筛 要民众自行筛检 但连筛检站 人员都质疑 根本无法有效 唯独疫情 他狠身 痛 我就不要了 这个结果出来 会正确吗 不懂什么是类普筛 普筛就是普筛 快筛就是快筛 效果的话 不见得会有效 疫情烧进校园 学生疑似跨校相约打球 走走感人 三十后起 基隆市全市篮球场 关闭三天 另外224家 兼营卡拉OK小吃店 停业三天 副业前也得先经过申请 但就怕还有店家 偷跑副业 警方也持续急查 避免疫情 再度因小吃店爆发 让社区彻底陷入危机 解诸林荣张又词 张贝兹 猜浮不斗 好 陈时中宣布的 基隆36万人要累普筛 我们有没有基隆的朋友 在线上能不能来告诉我们一下 你累普筛 你这个筛记收到了吗 有收到了帮我加一 还没收到帮我加二 针对基隆的朋友 我们有没有基隆的朋友 在线上 好 请告诉我们 你收到了吗 只是我们刚刚说到的 这是不是打脸过去 指挥中心打脸过去 他们引发双标的质疑 新北市长侯友宜说 清零在现在这种情况下 本来就不可能 那么台北市长 柯文泽是大酸 他今天就酸酸的说 相信党 相信政府 不要怀疑就对了 如果现在被发现 你在那个制度 这几个人去创歌 我跟你讲 该划就划吧 不然怎么办 市长觉得要清零 还是要跟病毒共存 这个 不是 防疫政策要一致 所以这个要中央先定调 我们地方政府是配合的 那你的态度呢 我怎么 这个 这个 大家有误重的讨论 但是中央还是要定调 你要清零还是要共存 那我们大家才能够一致配合 市长是不是觉得说 中央的口罩 这个是也很模糊 让你也无所自从 只是有天后的稿问 不要紧 该划就划 好啦 好啦 那等一下 放号没有就是装标 装标不要 相信党 相信政府不要怀疑 边境开放 进来的时候 一定在境内 我们地方政府就会负起责任 所以我刚刚讲 边境一直都朝开放 境内是不可能清零的 而且个案 只会多不会少 因为只才开放 我们境内只有潜力的 大家一起来稳定疫情 希望把疫情的稳定 慢慢的 借着大家防疫的自我能力 所以我都期待 我们大家希望能够戴口罩 勤洗手量体温 甚至适当之后 一定要保持社交距离 自我的防疫才是最重要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只要务实的落实做到 XO象不简单 它必须要入住澎湖喜来登总统套房 你才可以吃到 尝上这么一口的顶级XO象 好 扫描这个QR扣 货照上快点购 你就可以享有折扣 把顶级的XO象给带回家